一群猎狗徘徊在熊狮附近 妄图抢夺熊狮的食物 而熊狮却只顾埋头干贩对其视若无睹 熊狮的战斗力有多强 竟可以无视整个猎狗群 让我们一圈三连 接着往下看 狮子是世界上唯一一种雌雄两态的猫克动物 也是平均体重最大的猫克动物 而熊狮的头骨和肩膏在猫克动物也居首位 熊狮的鬃毛自肩部一直延伸到胸部 加之硕大的体型和头骨 远远望去震慑力十足 但熊狮不只是徒有其表 它们肌肉发达四肢粗壮 高达一千磅的咬合力和近十厘米的全尺 让它可以在急持的脚马群中强行捕杀猎物 颇有万军从中取敌首级的雄威 不过熊狮通常不参与狩猎 而是主要负责保卫领地驱赶入侵者 这群野狗正聚在一起嬉戏打闹 却不知早已惊动了附近巡逻的熊狮 放哨的野狗突然神情紧张 然后对同伴发出警告后扭头就跑 但为时已晚 只见熊狮如狂风般冲入野狗群 瞬间扑倒其中的一只野狗 一顿无情地撕咬后直接丢掉 再迅速扑向另一只野狗 见之前的野狗还未死 熊狮急忙蛇身返回捕刀 二者体型和力量差距过大 被扑倒的野狗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虽说熊狮站立强悍 但是也有双拳难敌四手的时候 这群猎狗不但不惧怕熊狮 甚至还试图从熊狮口中夺取食物 随着猎狗越聚越多 狮王心知双拳难敌四手 表情也终于严肃了起来 在一只猎狗的不断挑衅下 熊狮暴怒转身攻击 却险些中了声东击西的计 当一只猎狗再次趁机夺食时 熊狮一把将其扣在地上疯狂揉烈 但同时背后也惨遭偷袭 吃痛之下再次回身反击 可下一秒食物就被抢走 无奈之下熊狮只好放弃 最后猎狗不仅仗着狗多士众欺负熊狮 还成功抢夺熊狮的食物 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 展现的淋漓尽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